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 第十六章 特里劳妮教授的预言 哈利终于赢得奎帝奇碑的喜悦至少持续了 星期 连天气都显得很喜庆 随着六月的临近 日子变得万里无云、闷热 每个人都想做的就是 漫步到场地上 和几个人一起倒在草地上 一品脱冰南瓜汁 或许可以玩一场休闲的 Gogstones游戏 或者看着巨大的乌贼 梦幻般地在水面上推进 那个湖 但他们不能 考试快到了 他们没有偷懒 在外面 学生们被迫留在城堡内 试图迫使他们的大脑 集中注意力 同时吸引 夏天的空气从窗户吹进来 就连弗雷德和乔治、韦斯来 被发现工作 他们即将参加OWL 考试 普通巫师等级 珀西正准备接受他的 NEWTS令人极度疲惫的巫师测试 最高的 霍格沃茨提供的资格 由于珀西希望进入内阁 魔法 他需要高分 他变得越来越急躁 并给予 对扰乱公共秩序的人给予非常严厉的惩罚 晚上的房间 事实上 唯一看起来更着急的人 比珀西更重要的是赫敏 哈利和罗恩已经不再询问他是如何参加的 一次上几节课 但当他们无法克制自己时 看到了他给自己制定的考试时间表 第一栏 读 周一 九点钟 算术占卜 九点 变形 午餐 一点钟 魅力 一点钟 远古符文 赫敏 罗恩小心翼翼地说道 因为他很容易爆炸 这几天中断了 嗯 你确定你已经抄下了这些吗 次对吧 什么 赫敏力声说道 拿起考试时间表检查起来 是的 我当然有 询问你如何参加两次考试有什么意义吗 一次吗 哈利说 不 赫敏简短地说 你们有谁看过我的副本吗 命理学和语法 哦 是的 我借来了一些睡前读物 罗恩说 但是 非常安静 赫敏开始移动成堆的羊皮纸 哈利 罗恩 赫敏 有很多机会与海格交谈 笔基有点沮丧 海格弯下腰告诉他们 假装检查哈利的 福洛伯虫是否还活着 垃圾桶 关起来太久了 但仍然我们后天就会知道 一个 或其他方式 那天下午他们有魔药客 这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尝试 尽管哈利可能会这么做 但他无法让他的迷惑混合物变得浓稠 而且 斯内普站在一旁 带着一种抱负的快感 潦草地写着 以前他的笔记上 看起来像灵的东西 搬走 然后是午夜时分 登上最高的塔楼 进行天文学 的历史 周三早上的魔术 哈利在其中潦草地写下了 弗洛林的一切 福帝斯丘曾向他讲述过中世纪的猎物事件 同时希望他能 本来可以和他一起吃一份 Fortispil的巧克力坚果盛代 令人窒息的教室 周三下午意味着草药学 烈日下的温室 然后回到公共休息室一次 更多的是 带着晒伤的脖子 渴望第二天的这个时候 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周四上午 他们的倒数第二场考试是防御 黑暗艺术 卢平教授 编制了有史以来最不寻常的考试 他们曾经拿过 室外阳光下的一种障碍训练场 他们必须蹚过一个很深的细水池 里面有格林迪洛 穿过一系列布满红帽的坑蛙 挤过一条路 一片沼泽地 同时忽略了来自Hinkai Punk的误导性指示 然后爬进一个旧箱子 与一个辛伯格特战斗 太棒了 哈利 当哈利从箱子里爬出来时 卢平低声说道 咧着嘴笑 满分 哈利因自己的成功而满脸通红 在周围观察罗恩和赫敏 罗恩表现得非常好 直到他达到了Hinkai Punk 并成功地 把他弄得陷入了奇妖高的泥潭里 赫敏做到了 一切都很完美 一切都很完美 直到他到达装有伯格特的箱子 进去大约一分钟后 他再次尖叫起来 赫敏 卢平吃惊地说 怎么了 扑 扑 麦格教授 赫敏喘着气 指着里面 树干 嘘 他说 我什么都失败了 赫敏花了一段时间才平静下来 当他终于拥有了 重新控制住自己后 他 哈利和罗恩 回到了城堡 罗恩仍然有点想嘲笑赫敏的伯格特 但 他们在台阶顶上看到的景象 避免了争论 科尼利厄斯 福吉 穿着细条纹斗篷 站着 微微出汗 在那里凝视着庭院 他一看到哈利 就吃了一惊 你好 哈利 他说 刚刚考试吧 快了 完成的 是的 哈利说 赫敏和罗恩不合 魔法不长 尴尬地在后台徘徊 美好的一天 福吉说 目光头像弧面 可惜 可惜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低头看着哈利 我来这里 是为了执行一项不愉快的任务 哈利 委员会 处置危险生物 需要有见证人来执行 疯狂的鹰头马身有异兽 因为我需要去霍格沃茨 看看布莱克的情况 情况紧急 我被要求介入 这是否意味着 上诉已经发生了 罗恩打断道 向前迈进 不 不 定于今天下午 福吉说道 看着 好奇地看着罗恩 那你也许就不用亲眼目睹A处决了 义恩说 坚决的 鹰头马身有异兽 可能会下车 福吉还没来得及回答 两个巫师就从城堡大门走了进来 在他后面 其中一个是如此古老 他似乎在他们面前枯萎了 非常的眼睛 另一个身材高大 魁梧 留着稀疏的小胡子 哈利推测 他们是委员会的代表 处置危险生物 因为扎很老的巫师 瞇着眼睛 走向海阁的小巫 用微弱的声音说道 亲爱的 亲爱的 我 已经太老了 两点了 不是吗 福吉 黑胡子男人 正在用手指斧弄腰带上的什么东西 哈利 一看 发现他正用一根宽大的拇指 沿着刀刃滑动 闪亮的斧头 罗恩张嘴想说什么 但赫米用胳膊肘碰了碰 他重重地击中了他的肋骨 他猛地把头转向门厅 你为什么阻止我 当他们进入大厅时 罗恩愤怒地说道 午餐 你看到他们了吗 他们连斧子都准备好了 这不是 正义 罗恩 你爸爸在魔法部工作 你不能说这样的话 对他的老板来说 赫米说道 但他看起来也很沮丧 因为 只要海格这次保持头脑清醒 并争辩 嗨 情况正确 他们不可能处决巴克比克 但哈利看得出 赫米并不真正相信他说的话 周围的人们一边吃午饭 一边兴奋地议论着 高兴地期待着 那天下午考试的结束 但是哈利 罗恩和赫米 因为担心海格和巴克比克 而没有加入 在 哈利和罗恩的最后一门考试 是占卜 赫米的麻瓜研究 他们一起走上大理石楼梯 赫米把他们留在了 一楼 哈利和罗恩一直走到七楼 他们班上的许多人 坐在螺旋楼梯上 特里劳尼教授的教室 试图在最后一刻临时补习一些内容 学习 他正在分别见我们所有人 内维尔在他们去的时候告诉他们 在他旁边坐下 他打开了 拨开未来的迷雾一书 他的膝盖放在专门用于水晶凝视的页面上 你们中的任何一个曾经 在水晶球里看到了什么吗 他不高兴地问他们 不 罗恩随口说道 他不停地看手表 哈利 知道他正在倒计时 直到巴克比克的上诉开始 教室外的队伍慢慢地缩短了 正如每个 一个人从银色的梯子上爬下来 搬上的其他人 嘶嘶地说 他问了什么 可以吗 但他们都拒绝透露 他说水晶球告诉他 如果我告诉你 我就会得到一个 可怕的事故 纳威爬下楼梯时尖叫道 梯子向哈利和罗恩走去 他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楼梯平台 这很方便 罗恩哼了一声 你知道 我开始想 赫敏的看法是对的 他用拇指戳向火板门 头顶 他就是个老骗子 是啊 哈利看着自己的手表说道 现在已经两点了 希望他快点 帕瓦蒂从梯子上回来 脸上洋溢着骄傲的光芒 他说 我具备成为一名真正先知的所有素质 他告诉哈利 和罗恩 我看到了很多东西 好吧 祝你好运 他匆匆走下螺旋楼梯 朝拉文德走去 罗纳德 维斯莱 他们头顶上传来熟悉的 模糊的声音 罗恩对哈利做了个鬼脸 然后爬上银色的梯子 离开了哈利的视线 哈利 现在是唯一剩下接受测试的人了 他把自己定在了 背靠着墙 听着苍蝇在地板上嗡嗡作响 窗外阳光明媚 他的思绪与海阁遥遥相望 终于 大约二十分钟后 罗恩的大脚再次出现在了地面上 梯子 怎么样 哈利站起来问他 垃圾 罗恩说 看不到任何东西 所以我编造了一些东西 不过 别以为他已经被说服了 在公共休息事件 哈利在特里劳尼教授的讲话中 低声说道 一个声音喊道 哈利 波特 塔楼里的房间比以前更热 窗帘拉上了 火已经点着了 通常令人作呕的气味 让哈利咳嗽起来 跌跌撞撞地穿过杂乱的椅子和桌子 来到了教授所在的地方 特里劳尼坐在一个大水晶球前等着他 美好的一天 亲爱的 他轻声说 如果你愿意凝视 球体 慢慢来 现在 然后告诉我你在里面看到了什么 哈利俯身凝视着水晶球 竭尽全力地凝视着 将要 向他展示 除了旋转的白雾之外的其他东西 但是 什么都没发生 出色的 特里劳尼教授小心翼翼地提示道 你看到了什么 天气太热了 他的鼻孔都被汗水刺痛了 旁边的火堆里飘出芳香的烟雾 他想到了罗恩 刚刚说了 决定假装 嗯 哈利说 一个黑色的形状 嗯 他像什么 特里劳尼教授低声说道 想想 现在 哈利思绪四顾 最终落在了巴克比克身上 一只鹰头马身有一兽 他坚定地说 的确 特里劳尼教授低声说道 一边在纸上热切地写着 羊皮纸放在他的膝盖上 我的孩子 你很可能会看到 可怜的海格与魔法部的麻烦的结果 看 靠近一点 鹰头马身有一兽似乎 有头吗 是的 哈利坚定地说 你确定吗 特里劳尼教授催促他 你确定吗 亲爱的 也许你看不到他在地上扭动 还有一个影子 后面举起斧头的人物 不 哈利说 他开始感到有点恶心 没有血 没有哭泣的海格 不 哈利再次说道 他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想离开房间和房间 热 看起来不错 他 飞走了 特里劳尼教授叹了口气 好吧 亲爱的 我想我们就留在那里吧 有点令人失望 但我确信你已经尽力了 哈利如是重负地起身 拿起包转身要走 但随后 响亮而刺耳的声音 在他身后响起 今晚就会发生 哈利转过身 特里劳尼教授的态度变得僵化了 扶手以 他的眼神涣散 嘴巴下垂 S 抱歉 哈利说 但特里劳尼教授似乎没有听到他的话 他的眼睛开始 倦 哈利惊慌地坐在那里 他看起来好像正要 有某种癫痫发作 他犹豫了一下 想着要不要跑去 医院侧翼 然后特里劳尼教授再次发言 用的是同样的语气 严厉的声音 与他自己的声音截然不同 黑暗领主孤独无一 没有朋友 被 他的追随者 他的仆人已经被锁链十二年了 今晚 前 午夜 仆人将挣脱束缚并出发 重新加入他的行列 掌握 黑暗领主将与他的仆人一起复活 援助 更大和 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可怕 今晚 之前 午夜 仆人将出发 重新加入他的主人 特里劳尼教授的头向前垂到胸前 他做了一个 咕噜声之类的噪音 哈利坐在那里 盯着他 那么 相当 突然 特里劳尼教授的头又猛地抬起来 我很抱歉 亲爱的孩子 他如梦似幻地说 这么热的天气 你 知道吗 我一时恍惚了 哈利坐在那里 盯着他 有什么事吗 亲爱的 你 你刚刚告诉我 黑魔王将会崛起 在此 他的仆人会回到他身边 特里劳尼教授 看起来完全震惊了 黑魔王 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 我亲爱的孩子 这根本不是 一些可以开玩笑的事情 再次站起来 确实 但是你刚刚说过了 你 黑魔王说 我想你一定也打瞌睡了 亲爱的 特里劳尼教授说 我当然不会做出如此牵强的预测 就这样 哈利爬下梯子和螺旋楼梯 想知道 他刚刚听到特里劳尼教授 做了一个真正的 预言 或者 这就是他想要给测试 带来令人印象深刻的结局的想法吗 五分钟后 他冲过球场外的保安巨魔 格兰芬多塔楼入口处 特里劳尼教授的话依然 在他的脑海中想起 人们从他对面大步走过 方向 笑着 开玩笑 朝场地走去 还有一点 期待已久的自由 当他到达肖像洞时 走进公共休息室 里面几乎空无一人 在角落里 然而 坐着罗恩和赫敏 特里劳尼教授 哈利喘息着 刚刚告诉我 但当看到他们的脸时 他突然停了下来 巴克比克输了 罗恩有气无力地说 海格刚刚寄来了这个 海格这次的纸条已经干了 没有眼泪溅到上面 但他的 当他写信的时候 他的手似乎颤抖得厉害 以至于几乎没有 清晰一读 失去上诉 他们将在日落时执行死刑 你无能为力 别下来 我不想让你看到他 海格 我们得走了 哈利立刻说道 他不能只是坐在他的 自己 等待柜子手 不过 日落了 罗恩说道 他目光呆滞地盯着窗外 某种方式 我们永远不会被允许 特别是你 哈利 哈利 把头埋进双手里 思考着 要是我们有隐形医就好了 他在哪里 赫敏说 哈利告诉他 把他留在通道里的独眼之下 巫婆 如果斯内普再次在附近看到我 我就认真了 麻烦了 他最后说道 确实如此 赫敏说着站了起来 如果他看到你 怎么才能再次打开女巫的驼峰呢 你 你点击他并说 第三点 哈利说 但 赫敏没有等到剩下的事情 他的判决 他大不跨过 房间里 推开胖夫人的肖像 消失在视线中 他没有去拿吗 罗恩盯着他的背影说道 他有 一刻钟后 赫敏带着银色的手镯回来了 斗篷小心翼翼地折叠在长袍下面 赫敏 我不知道你最近怎么了 罗恩说 震惊了 首先你打了马尔弗 然后你就离开了教授 特里劳妮 赫敏看起来很受宠若惊 他们下楼和其他人一起吃晚饭 但没有回来 之后是格兰芬多塔 哈利把斗篷藏在前面的领带下面 他的长袍 他不得不双臂交叉 以隐藏肿块 他们偷偷摸摸 在门厅旁的一个空房间里 听着直到他们 肯定是荒芜了 他们听到最后一对人匆匆走过 大厅里响起一声关门声 赫敏把头探到门边 好吧 他低声说道 那里没有人 披上斗篷 他们走得很近 以免没人看到他们 他们穿过了 斗篷下点起脚尖穿过大厅 然后沿着石头前线走下去 步入场地 太阳已经落到了紫禁城后面 森林给树顶树枝镀金 他们到达海格的小屋并敲门 他花了一分钟才回答 当他这样做时 他环顾四周寻找他的访客 脸色苍白 发抖 是我们 哈利斯生说道 我们穿着隐形衣 让我们 进来 我们就可以把他脱下来了 嗯 应该来的 海格低声说道 但他向后退了一步 他们 走了进去 海格迅速关上门 哈利把门拖下来 披风 海格没有哭 也没有扑到他们的脖子上 他 看起来就像一个 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或要做什么的人 这 无助比眼泪更难看 要喝茶吗 他说 当他伸手去拿时 他的大手在颤抖 水壶 海格 巴克比克在哪 赫敏犹豫地说 我 我带他出去了 海格说着 牛奶撒了一桌子 当他把壶装满时 他被拴在我的南瓜地里 他以为 应该先看看树木 然后闻一下新鲜空气 海格的手剧烈颤抖 牛奶罐从手中滑落 抓住并摔得满地都是 我会做的 海格 赫敏迅速说道 快步走过去 开始行动 清理混乱 柜子里还有一个 海格说 坐下来 用袖子擦着额头 哈利看了罗恩一眼 罗恩也回头看了一眼 绝望的 没有人能做点什么吗 海格 哈利凶狠地问道 在他旁边坐下 邓不利多 他已经尽力了 海格说 他没有权利推翻 委员会 他告诉他们巴克比克没事 但他们很害怕 是的 知道卢修斯 马尔弗是什么样的人 威胁过他们 我想 然后 刽子手 迈克奈尔 他是马尔弗的老朋友 但很快 干净 我会在他身边 海格 海格咽了口口水 他的目光扫视着整个机舱 仿佛 寻找一丝希望或安慰 邓不利多 会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下来 写信给我 今天早上 说他想要和我在一起 好人 邓不利多 赫敏正在海格的橱柜里 翻找另一杯牛奶 冠子发出一声小声的 很快就被抑制住的抽气 他直起身子 他手里拿着心壶 强忍着泪水 我们也会和你在一起 海格 他开始说道 但海格摇摇了他的手 毛茸茸的头 你们要回城堡去 我告诉过你们 我不想你们 看着 不管怎样 你不应该在这里 如果伏击合 邓不利多 未经允许就抓到你了 哈利 你会出大事的 麻烦 赫敏的脸上 无声地流着泪水 但他把他们藏了起来 海格忙着泡茶 然后 当他拿起牛奶时 瓶子往湖里倒了一些 他发出一声尖叫 罗恩 我不相信 这是斑斑 罗恩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你在说什么 赫敏把牛奶罐拿到桌子上 把他倒过来 向下 伴随着一阵疯狂的滋滋声 我挣扎着想要回到里面 老鼠斑斑滑到桌子上 斑斑 罗恩面无表情地说 斑斑 你来这里做什么 他抓住了那只挣扎的老鼠 把他举到了灯光下 斑斑 看起来很可怕 他比以前更瘦了 大醋头发 掉下来 由下一大片秃顶 他在罗恩的手里翻腾着 尽管拼命想要释放自己 没关系 斑斑 罗恩说 没有猫 这里没有什么可以伤害的 你 海格突然站起来 眼睛盯着窗户 他平时 红润的脸色已经变成了羊皮纸的颜色 他们来了 哈利 罗恩和赫敏猛地转过身来 一群男人正走下来 远处的城堡台阶 前面是阿布斯 邓布利多 他的银牌 胡须在夕阳下闪闪发光 他旁边小跑着 科尼利厄斯 弗吉 他们身后跟着 年老体弱的伟员和柜子手 迈克奈尔 你得走了 海格说 他的每一寸都在颤抖 踢 嘿 一定不能在这里找到你 现在就走 罗恩把斑斑塞进口袋 赫敏拿起斗篷 我会让你从后面出去的 海格说 他们跟着他到了 他后花园的门口 哈利感觉很奇怪 不真实 当他看到巴克比克 在吉马外被拴着时 更是如此 海格南瓜地后面的一棵树 巴克比克似乎知道 有事发生了 他把尖尖的头从一边转到另一边 紧张地用爪子抓着地面 没关系 笔基 海格轻声说道 没事 他转身 哈利 罗恩和赫敏 继续吧 他说 走吧 但他们没有动 海格 我们不能 我们会告诉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杀不了他 去 海格恶狠狠地说 如果你没有遇到麻烦 这已经够糟糕了 全部 他们别无选择 当赫敏把斗篷扔给哈利和罗恩时 他们 听到小屋前面有声音 海格看着那个地方 他们刚刚从视线中消失了 快点 他嘶哑地说 别听 当有人敲前门时 他大步走回自己的小屋 哈利 罗恩和赫敏 在一种惊恐的恍惚中 慢慢地出发了 静静地围着海格的房子 当他们到达对岸时 前门啪的一声关上了 拜托 我们快点吧 赫敏低声说道 我受不了了 我受不了了 忍受 他们沿着倾斜的草坪 向城堡走去 太阳正在下沉 现在快 天空变成了清澈的 略带紫色的灰色 但 西边出现了红宝石色的光芒 罗恩停了下来 哦 拜托 罗恩 赫敏开始说道 是斑斑 他不会 留在原地 罗恩弯下腰 试图把斑斑放在口袋里 但是老鼠 快要发狂了 疯狂地尖叫 扭动 挥舞 试图 把牙齿咬进罗恩的手里 斑斑 是我 你这个白痴 是罗恩 罗恩嘶嘶地说 他们听到身后的门打开了 还有男人的声音 哦 罗恩 我们走吧 他们会这么做的 赫敏喘了口气 好吧 斑斑 别动 他们向前走去 哈利和赫敏一样 试图不去听 他们身后 传来隆隆的声音 罗恩又停了下来 我抓不住他 斑斑 闭嘴 每个人都会听到我们的声音 老鼠疯狂地尖叫 但声音不足以掩盖 声音从海阁的花园里飘出来 有一团乱七八糟的 男性的声音 一片沉默 然后 毫无预兆的 毫无疑问 斧头的嗖嗖声和重击声 赫敏当场摇摇欲坠 他们做到了 他低声对哈利说道 我不相信 他们 做到了